您好 先生一共五百二十元 好 先生 您多给了二百 谢谢 先生 东西还没拿呢 我忘了 谢谢 欢迎下次光临 你今天怎么了 心不得意呢 没什么 我是有点累的 你都干嘛了 为什么这样 可能是刚从公司调回来 有点不太适应 过两天就好了 喂 是啊 我调回来了 跟我老婆在一起呢 那我谴示一下啊 小北啊 分公司的同事知道我调回来了 非要请咱们俩吃饭 咱们要不要去啊 要不你去吧 我就不去了 那你呢 你们好久也没去了 再说一帮男的 我去了也没什么劲 你不生气吧 我生什么气啊 你也该好好放松放松吧 好 喂 就这么定了啊 六点半 地方你们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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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你不会不让我进去吧 我就知道你在家 一个人你还开我做饭 帮的什么呀 闻着真香 我来检验一下 哇 大厨的手艺啊 真贤惠 不然呢 你给我做啊 小姐 喝茶吗 我们家没茶 你还生我气呢 我生你什么气啊 我当天晚上回去就后悔了 这事啊 我还得感谢你跟文静呢 如果不是你们两个 我到现在还傻呜呼地认为自己是乌公害食品呢 你本来是乌公害 绿色的 绿色的 别安慰我了 事情都已经闹成这样了 你心里还难受呢 我就是生自己的气 还有就是觉得 彭永辉那个老头 不够了解我 事情已然是这样了 都别想了 接下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啊 要么赶紧去死 要么就好好活着 文静都告诉我了 你去找个朋友回来 我把钱还给他 当面说清楚了 我现在觉得特别轻松啊 能放下 以前一直告诉自己喜欢他 只是喜欢他 什么都不要 时间长了 我都不知道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滋味的 就这样由着自己 已经成惯性了 我看你都快成宗教信仰了 心里嘴上不时地提醒自己 不图什么 可是年纪越来越大了 就越来越希望 对方能够回应点什么 我一旦这么想了 就觉得特别对不起 自己的良心 我就压 使劲往下压 时间久了 就觉得很累 特别累 不是你说难道朋友会 一点都不知道吗 要么不知道 要么就是不想知道 他要不知道的话 他也太迟钝了吧 今天不是周末吗 你怎么没跟樊敏在一起啊 他跟他们分公司的人吃饭去 他调回来之后是不是好多了 不太好 怎么了 今天上午他看见那张字条了 夹在体检表里的那张纸条啊 他什么反应 当时好像挺惊讶的 看完那张纸条再看我 跟见了鬼一样 你们两个当时在一起 他在找东西 不小心抖出来了 估计他也不知道 然后呢 然后 然后就闷闷不乐 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估计他之前也不知道 这张纸条 看样子是 不过现在他知道 那你没跟他聊聊吗 我跟他说了 他就查过去了 后来我可没再问了 然后你就装作不知道啊 嗯 你可真行 要换头说我肯定忍不住 其实我就想看看他 会不会主动告诉我 他可能主动告诉你吗 试试呗 这事要是让韩文静知道啊 肯定杀到你们家去 当面指挽犯病 你可不能告诉韩文静啊 那得看你怎么表现了 想在这儿吃晚饭吗 想 洗菜去 为什么我洗啊 韩文静 我洗就我洗 干吗呀 洗什么呀 番茄 茄子 我不会洗啊 韩文静 我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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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是那么好人 周小白 这就是你说你会做的菜呀 当然了 多好了 这不过油 酸酸的甜甜的 有营养味道好 真有才 王媛 你包的汤太好喝了 胖子要是娶你 至少都活十年 你不饿了 不饿了 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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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小北 我跟你说啊 这个酒啊 不能掺着喝 也 也不能倒着喝 那个 得那个什么 你先躺下 那个 小北 小北 我 tekrar 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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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小北 我上班去了 我昨天喝多了 没说什么不对的话吧 什么都没说 以后别喝那么多了 我知道了 以后不会了 你晚上早晚回来吧 我有事跟你聊 什么事啊 没什么大事 随便聊聊 好 我尽量吧 那你再睡一会儿 还生气呢 还生气呢 还生气 我不滚 我看见你就烦 不是 我那是跟你开玩笑的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我那是一时得意忘形 我 我瞎改着玩的 我现在改回来了 你看 你是不是傻啊 我是傻 我向你道歉 文静儿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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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叫 我又没死 大夫 别慌别慌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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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媳妇上车给撞了 真是你媳妇啊 你这撞到哪儿了 脚右脚 你这是撞的还是摔的呀 我也不知道 那车撞来的时候 我一躲就摔到那儿了 这还能动吗 不行不行 停点 你去拍个片子吧 那严重不严重啊 现在还看不出来的 片子出来了 可能是骨折了 骨折 你喊什么呀 丢人现眼 快去呀 这么远东啊 你回来了 小北 你能不叫我大明吗 你叫我大明 有点害怕啊 害怕什么呀 那我不叫你大明 我叫你什么呀 小北 我跟你赔了一道歉了 我错了真的 点菜吧啊 服务员 对了 你爱吃什么呀 你别管我啊 你爱吃什么点什么 随便点 点 尺尺针凤爪三份 鸡翅尖三份 虾饺三份 牛肉丸三份 鱿鱼虚三份 小北啊 还有人来吗 有啊 谁啊 王源啊 那他等会儿来啊 他不来 小北那这么多 吃不了啊咱们 不是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郑远东 我这没什么别的毛病 只有一个毛病 就是特别重朋友 王源没来我就不管他了 王源没来我也得给他点上 我也得想着他是不是 要不然我成什么人了 你在这接着我呢 不是小北 我我真给你赔礼道歉 我错了 你哪错了呀 重色轻友 什么 我重色轻友 大点声 我重色轻友 好 上吧 行吧 咱俩扯平了 听说你这次回来就不回去了 是啊 我刚从上海回来 不是北京吗 怎么变上海了 我一朋友 听说我回国内发展 然后在上海 跟我接着来一个工作 我去看了看 不太满意 什么不太满意啊 是职务不够高呀 还是工资不够高啊 职务工资其实都不错 那有什么不太满意的 我跟你说 上海女孩长得还挺漂亮的 我就是不太适应上海女人 别说 上海那鞋子楼里啊 刚一打眼望去 挺赏心悦目的 可是看着看着就不对劲了 哪儿不太对劲 我也不知道 说不出来 是不是感觉一个个 都在那装冷艳 对 就是装冷艳 这漂亮的也装冷艳 这丑的嘛 也装冷艳 那有点冷酷了 他们为什么跟你装冷艳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郑伟东 死胖子 我告诉你 鬼迷心窍啊你 我现在跟你说什么 你都提不起兴趣 除了说王伟 你还有点出息没有啊 我问你 你从非洲回来的 凭什么让我们都哄着你 宠着你笑啊 我知道这上海女人 为什么装冷艳了 因为她们喜欢外国男人啊 我记得我一同事跟我说过 这上海女人和塔利班男人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那就是绝不放过美国人 行了行了你别贫了 别的事我不管 但是你要是想追求王源的话 我 坚决支持你 点啊 可贵的点 我请 喂 什么 在哪儿啊 好好好 我马上就到啊 你得吃啊小伯 我发完这个就吃 吃点肉啊 你先吃 说早早早早到啊 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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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王源 喂 小北 文静出生货了 送到急诊去了 在哪儿啊 我把地址发给你 行 那我马上过来 胖子你先吃 我有点急事啊 再见 小北 喂 故意的 绝对是故意的 服务员 打包 清白苦力 家软组织磋商 那 那怎么办 能治好吗这个 不是太严重 我建议你中央观察两天 做个详细的展示 我不 中央 刘源 这事都赖你 都赖你 你是造势车主啊 我 我不是啊 他是帮凶 我是帮凶 喂 那个 不住院行不行 实在不想住院也行 开点药 打上石膏 回家静养 定期过来复查就行了 你去打石膏 打上石膏我就走 别说话 喂 妈 我在外面呢 我办点事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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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决不去 你病好了 我不去 我就是不相亲 拜拜 大夫 你这还有没有病房啊 我要住院 你确定你们俩 不去看看精神科吗 喂 出什么事了 撞成什么样了 我也不知道 我刚才去急诊问一下 你俩说是二病区 二病区 大夫 您觉得在医院和在家 哪个对病人的恢复 能更好一点啊 你们俩到底想怎么着啊 你闭嘴吧 刘妍 大夫 你不要听他的 我说了我坚决住院嘛 正好这两天我不想回家 你们这儿有没有大床房啊 对 我们医院呢 就这个条件 您想住大床房啊 您帮我开房去吧 跟谁开房啊 这不一样你啊 没房子就让你弃出房子来了 看您怕人应该没事 你又被弃病的吗 你进啊 来了 谈搞定啊 没事吧 怎么弄呢 你说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一天又跟定时乍干似的 你问他啊 你演完了 王源 你还不认识吧 刘妍 你好 我叫刘妍 王源 你不认识我认识你吧 大学时候追过我 太死附中了没跟你说 福尔摩斯找的就是他 他专门负责跟踪你和彭永辉 认识一下啊 王源 活得来了 你 今天这个事怪我 你那个安心养病 然后明天再来看你 咱们俩这个事等你好了以后再说吧 什么叫等我好了再说啊 有你在我能好吗 没有你我能成这样吗 你要让我跟你说多少次 咱俩的事没可能 这辈子没可能 下辈子你也没信 刘妍 刘妍 你是不是还有点事 我 我 是吧 那你先走吧 好 没事 我们会照顾她的 放心吧 去吧去吧 那麻烦你们了 没事 没事 去吧 你就不能再给人一次机会啊 给他一次机会干吗 再搞定我一次啊 大学时候去抓一次现行 死心不敢 你看你刚才那么介绍人家 人家多尴尬呀 他就是尴尬的活体活该尴尬 人家是为了你好吧 你至于这么跟人说话呀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就是啊 多大点事啊 搞那么激烈 跟屠杀似的 多大点事 我都鼓励了大哥 我跟他在一起可算知道 什么叫阴魂不散了 小妙差点都没了 不想 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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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生你们 医院不能大声句话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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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还是让他回家算了 他在这儿也不行啊 但他都急着被人生意拿出来 要我个单监 我还能考虑一下 我走不过 你谁为我上厂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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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着急啊 要不你先回公司吧 要不你先回公司吧 有我在这儿 他没什么事 走吧 走吧 我看你也没什么大碍 我就先走了 阿朱 我下班回来看你 阿朱 我不 有什么事我打电话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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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躺好 待会儿我陪你向厕所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这边是怎么办 慢点 走吧 我家也不能回 我怕又比我去相亲 我估计这要搁古代 这韩大园外 还不得建个绣楼啊 让你平时就在里面绣花 差不多的时候呢 就出来抛个绣球什么的 真要有那天 我就天天在那手绢上 绣脏话 没事就抛出去一场 谁见着谁爱一顿丑骂 你要搁古代 你要搁谁家 就是谁家家东西不信 王源为什么还去朋友 会在公司上班 干脑残吗 要不是我腿伤了 我就冲上去大推顿 你这身残之间 真让人感动啊 你非走不渴吗 你非走不渴吗 王源 我们俩还算朋友对吧 如果还算朋友 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 我已经辞职了 我没批准 背景有一个单子 明天必须得有人亲自过去盯一下 那是我重要客户 但是别人我都信不过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 明天事务大检查 我必须在 就这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你知道 公司现在很艰难 我希望你能帮我 好吗 我考虑一下吧 你下次注意一点啊 这里是女厕所啊 不好意思 这也真的是男厕所啊 是我走错了 周北 你怎么这么半天啊 成功了没有啊 当然成功了 走走走 身残之间啊 你要理解我 像我这样的残济人 还没有这样的速度 我已经很不错了 对对对 慢点啊 你不就上个厕所吗 至于高兴成这样啊 我跟你说啊 刚才我上厕所的时候 碰见一个男的 你又走错厕所了 那我跟他道歉了 你还折回去了 因为他挺帅的 人家上个厕所容易嘛 要是个患者 估计现在前列线都不吓坏了 不是患者 是个医生 穿着白带褂呢 嗯 今儿哪个 今儿都几号了 整整一个星期 我给你们打了那么多电话 我知道你们忙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你们父亲生病了 做这么大的手术 你们两个人啊 连露一面都不露啊 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 是是是我知道了 挺像我说的 谢谢你这星期 对父亲的照片 父母最需要什么呀 就需要我们的 一份孝心嘛 那你们的父亲 现在做了手术 他最需要的就是你们 能在他身边陪陪他 你们光寄钱有什么用啊 你们父亲 现在是在骨折的恢复期 有点疼痛是正常的 他如果疼得受不了的话 我可以给他开点针痛片 谢谢你程大夫 只有我没点心意 现在病人的红包 这么大方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刚才跟你们俩说了这么多 白说了 有时间多陪陪你们父母吧 没有啊 大夫 大夫 干吗啊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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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救了 帅客 怎么了你家 大夫 怎么了有事吗 你好 刚刚在卫生间的就是你啊 对对对就是我就是我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再给你道个歉啊 不用了 不用了 你 你 你叫程晓峰 对 我看 我看 佛晓的小山峰的佛 好听哎 那个 程大夫 你好 我也是骨科的病人 我是二十二号床的韩文静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刚才就上了个厕所 然后溜得 该茶房了 赶紧回房间吧 好酷啊 完了完了 我喜欢上他了 你这才见人几分钟啊 就喜欢人家 你懂什么呀 这叫一见钟情 人都说了 最不可靠的就是一见钟情 因为你见他第一面的时候 不知道他会挣多少钱 你说啊 你说我要跟他生个小孩 是不是挺漂亮的 你疯了 见个男的就想跟人生小孩 你喜欢他 不会就是因为想跟他 是个小孩吧 不不不不 你不知道爱情的力量 我真的挺喜欢他的 你不觉得他很优秀吗 我给你走吧 我去哪儿啊 随便去哪儿 你在这儿 我不好意思找他聊天 你不出院了 我出什么院啊 这是我喜欢的男生 我带我一大石膏去 那总得有人照顾你吧 就像刚刚下了厕所 你让你男医生陪你去啊 不是啊 你操什么心啊 这有的是女护士 站住 我的包还在你病房呢 走 哎 干嘛呀 李李 我知道你恨我 那你也不能挂我电话 哎 李李你他妈的 高兴了就帮朋友打掩护骗我 不高兴你打电话来骂我 你有病吧 喂 喂 你怎么在这儿 我家在这儿啊 你还不让我回来了 干嘛走这条路啊 哎呦 周小北 你还讲不讲理啊 真是人倒霉 喝凉水都塞呀 不是咱们俩别这样 你不觉得 咱们俩在马路上生气 看起来特暧昧吗 你这不知道的人以为 咱俩啥关系啊 好 你还记恨我呢 没有 找我什么事吧 小北 其实我早就想把你 约出来跟你谈谈 樊斌上次的事 李李 我明白 毕竟你是樊斌的兄弟 不是我的兄弟 我凭什么指望你在 关键时候帮我呀 你放心吧 我不恨你 真的 真的 我连樊斌都不恨了 怎么可能恨你呢 那就好 那就好 那这事过去了 小北啊 今天我找你真有急事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 没人能帮我 你一定要帮我 行吗 求你了 请我喝咖啡去 喝啊 走 喝啊 喝啊 喝几杯呢 我负责的项目 请了合伙人的领导 他是个法国老头 他要来中国考察 顺便参加一个酒会 为期一个礼拜 坐那儿吧 他除了在北京 还要去周围的几个城市转转 你们公司是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们公司之前安排一个翻译 结果嫁给一个法国理事 跑了 撂条子不干了 我们现在急需一个随同翻译 所以你就想到我了 我周围所有的朋友就你会法语 你得帮我 傻了吧 现在外国语学院 学法语专业的学生一抓一大把 你去找个学生不就完了吗 要真那么容易 我就不请您老出身了 我之前找过一个学生 没有工作经验不说 关键时候切场 最重要的是 行内相关术语一窍不同 这件事可是关系到 我们公司的脸面啊 绝对不能丢脸 我想了想去你太合适了 就求求你帮忙我 行吗 你怎么知道我会专业术语啊 樊斌说的 樊斌当时说 他有一些法语资料 都是你翻译的 怕骂我 行吗 小北 小北啊 我知道因为上次的事 你还恨我 你嘴上不说 你心里肯定有个坑 我不解释 我错了 我承认 对不起 但今天这事小北 是我求您 当然你答应也好 你不答应也好 不重要 这都是其次的 关键是你内心有气 你憋着火 你释放出来 来 你冲我来 你骂我 骂我 我听着你骂 你骂吧 你看你不舍的 好了 好了 过了这个事儿 咱们就过了 从明天开始 你要认我这个朋友 咱们俩要继续接触 你要不认 那 我打扰你了 对不起 站住 李一 你知道我最生气在哪儿吗 有什么事儿你从来都不解释 解释有用吗 有没有用 这不是你说了算的 再说了 要走也是我先走啊 凭什么你先走 上次就让你跑了 小北 那我这事儿你答应吗 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你答应吧 行 你好 请问程医生在吗 今天不是开夜班 她一个星期有几天夜班啊 三天 明天她来吗 明天她早晚 谢谢你啊 感谢文废 对不起 对不起 算了 你好 还也找到了 你看我 对不起 咱们 喂 小北 你过来医院陪陪我呗 我好无聊啊 我睡不着一个人 我现在没时间 烦病又喝多了 又喝醉了 他老喝醉吗 也不是经常 就这两天吧 他为什么要喝醉啊 什么话 你是不是觉得婚姻不幸啊 有可能 要不然你过来问问她 我才懒得管你们都不合事呢 小北 你说 赵峰有没有女朋友啊 这我哪儿看得出来 不过就她那样的 估计不能被剩下来 你不会打算真把她培养成 你未来孩子的爹吧 不是打算 已经决定了 就她了 得了吧 你还是老老实实相亲去吧 你才去相亲的 我现在一看见赵峰峰就高兴 你说 我得多喜欢一个人才会这样啊 那万一人家有女朋友呢 有女朋友可以公平竞争嘛 你当初还说王源喜欢朋友 会不道德呢 你忘了 那能一样吗 快回来没离婚 我们家程程连婚都没结呢 以后你们可以管她叫准爸 那个 烦面好像吐了 我过去看看吧 先不跟你说了啊 明天一早 医院 你过来啊 我跟你商量人事大忌 我跟樊兵生活的房子 就像一个监狱 我跟樊兵生活的房子 就像一个监狱 我就告诉自己 应该等待 我等待宣判的那一天 也许一年 也许五年 也许十年 也许无期徒刑 也许死刑 我在游黑游黑的监牢里 等啊等 一天就是一年 一年过去了 我想我被判的应该是五年 五年过去了 我想我犯的罪也许是十年 十年过去了 我想这是无期徒刑了 二十年过去了 我开始盼望死刑 我开始盼望死刑 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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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想去帮李李 只不过是因为 我想逃离这个房子 至于樊兵 随她去吧 我深深知道 痛苦是一把插在胸口的刀子 拔不出来 不光自己疼 还要见别人一连心 你今天怎么起那么早啊 我早就起来了 今天我们家程程早班 都你们家程医生了 看来你跟刘烟彻底没戏了 当然了 你不觉得长得像根铅饼吗 行啊 型号2B 你确定程医生喜欢残疾人 我决定用实际行动征服她 用一个星期的时间 化同情为爱情 我从来没听说过同情 能变化成爱情的 你懂什么呀 周老贝 王源今天也去北京 是吗 他也今天走啊 那我问问他 喂 你在机场吗 美女 一个人啊 吓死我了 你出差啊 嗯 黄永辉他们公司的事 他们公司最近状况不好 我想帮帮他 一猜就知道 你就对他的事最上心 今天去也得陪人喝酒吧 估计是 他们之前给过两次提案都没成 我问过同事 那帮人就喜欢在酒堂上谈声 我想试试 你这实力派干将 现在也改变成实力加酒量 亲自出卖色相下单了 我刚进公司 一点成绩都没做出来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这么走了 这单子对他们公司 挺重要的 我如果能帮他谈成 就当着还了之前的人情 那如果单子能谈成 你打算得看怎么样 会怎么样 离开公司 就当从来都没认识我 你也别太勉强自己 我以前一直觉得 喜欢一个人 并不是非要在一起 只要能够经常见到他 陪陪他就好了 可是现在我觉得这种想法 特别幼稚 甚至还有点可耻 这种想法特别地想清新 拿了人家薪水 就这么走了 一点成绩都没干出来 我自己心里都不舒服 我该 我原来我告诉你 你那点仗义价 全用在彭永辉身上了 你那个粉红色小指条的事 樊明明给你解释 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吧 没那么狗血 那你到北京干什么去 一个老朋友 说让我去帮他做现场翻译 大概一个星期吧 你不是最讨厌做翻译吗 是李李找着我 你猜就不是什么普通朋友 我还没想到哪个老朋友 可以随随便便就能说动你 是不是跟樊明有关的项目啊 不是 樊明都调回来了 是李李自己找的我 他帮着樊明都把你骗成那样了 他还好意思找你 都过去了 再说了 两国交战还不产来史呢 我跟他计较都没劲 真想看 这事你可别告诉韩文静 告诉韩文静 他背后不知道怎么骂我呢 你知道韩文静为什么赖在医院 一直不出院吗 为什么呀 他喜欢上一个医生 口味变了 你知道他怎么喜欢上的吗 他又进座厕所了 然后出来就说喜欢上人家了 你说走不走 不过那医生长得还挺帅的 好